新冠疫苗正在非洲加快施打 民眾挽起袖子 迎戰南非對新變異株Omicron 不過當地民眾 尤其是鄉村地區 對新冠病毒認識不多 什麼是Omicron 可能連聽都沒聽過 導致非洲完整接種率 只有7.5% 這裡是肯亞的偏鄉納洛卡郡 儘管政府用電視 廣播和社群媒體 放送接種的重要性 村民仍因為宗教信仰 不信任政府和西方藥廠 直到肯亞政府祭出疫苗強制令 施打率這才提高 我們曾經做過60-70萬疫苗 現在我們做過超過100萬 肯亞祭出強制令 催出打氣 過去兩週也陸陸續續 收到近500萬劑疫苗 凸顯窮國不及格的冷鏈技術 肯亞的超級冷鏈 只能儲存300萬劑BNT 無法應付大量輸入的疫苗 中非國家卡麥隆 只有一輛適合運送疫苗的貨車 而非洲最大最窮的國家馬力 只有兩輛冷凍貨車 即使疫苗到手如何推動施打 如何管理疫苗都是一大學問 例如奈及利亞今年十一月 有超過一百萬劑疫苗放到過期報廢 蘇丹和鋼果則因為無法即時分配 只好送回疫苗 加上各國普遍缺資金缺醫療人員 接種站所需的棉球和口罩也缺很大 如何協助非洲攻克難關 才能避免疫情反撲 單新聞總會評議